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刚刚搬回来这里的时候呢我是完全不会煮东西的 那时候也是蛮空虚啦因为没有什么朋友 就开始在厨房里面转来转去的时候 半夜都不睡觉就是在那边一直做蛋糕 因为就是已经到了熟火入魔那个阶段 当初呢我的老公也是很反对我做蛋糕的 因为他说 熟火煮蛋糕 啊小龙哥有吃饭呢 你们熟火煮蛋糕的吗 他由当初的反对到后来慢慢的看到 我真的是可以做到出来到辞职 然后走到这一步咯 水果塔呢是一个非常简单 但是呢拿来宴客或者是请客啊 小朋友啊都非常喜欢吃的一个甜品 那个塔皮呢它做出来的那个口感呢跟香味呢 就好像是那个butter cookies一样的 就是脆口的 然后打一个cream fun点喜欢的水果就可以 可以品尝非常好吃又简单的一个甜品 喜欢烘焙的朋友或者是刚刚加入才刚刚要学习的朋友 我的分享的经验是这样子 首先呢你必须掌握你自己的烤炉 有些人遇到蛋糕做蛋糕遇到挫折啊 一直做一直丢一直做一直丢会觉得很浪费 但是有时候有些人自信心会没有掉 但是我就跟你讲 你一定是要从失败里面学习到 然后呢就是要那个 不要放弃的精神啦 就是一直勇敢的这样子走下去你才会越来越好 大家都知道福建面是一个很普遍的一个食物 在马来西亚哪里都可以吃到 但是如果在家里的话呢我们讲可以煮到一个好吃的福建面呢 它的point就是在那个左口鱼粉 就是因为那个左口鱼粉这个调味料 下了下去你煮出来就是会有那个福建面的味道 大家不妨试一试这个菜式 煮菜的心态呢是满足我自己 因为我做的东西都是我自己 自己想做的东西 我很有满足感的 我的满足感呢就小孩子他们吃了给我的反应 也是最直接的 好吃就是好吃 不好吃就是不好吃 当一个城市的妈妈呢 就是要把家里顾好咯 煮也是很重要啊 我觉得妈妈们不妨花多一点心思在吃那一方面 好甜点 吃 好甜点 好甜点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